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好的礼服 我要忏悔 然后我就说我都要走了 我应该要去拉大便 就是弄弄干净 神的心里就是脑子里有不干净的 对菩萨也不敬的 我说对不起菩萨 然后后来我就去拉了很多很多 然后出来之后我就看到一个大法师 我就说法师呀 我说我不想走 我说应该怎么办 然后他就跟我说了很多很多 然后就是组结下来 就是要让我好好的 然后要多帮助大家 然后我就说 然后我就很着急 我就说我要念礼佛去了 然后我的梦就醒了 然后请问师父是不是有结呀 有啊 这个如果你清清楚楚梦见 菩萨跟你说 佛跟你说 说你要走了 那就是这个结不小了 那我应该怎么办呢 你想想看你学佛跟师父这么多年 你静静不静静啊 对不起师父 我跟你讲了 菩萨给了你这么好的法门 你自己这么懒啊 然后自己这么不努力啊 对不对啊 对对对 你想想看你怎么对得起菩萨 所以一个人要静静啊 不静静会退转的呀 是的师父 我本来其实在感情方面一直出错 就是因为心灵法门 因为师父慈悲 所以帮助了我很多 我就改掉了很多 当然 但是我就是 所以你要现在知道啊 他结来的时候他不客气的 结一来嘛就来了呀 听得懂吗 听得懂师父 你不能稀里糊涂过日子的呀 你以为你每一天过了就过了 平安也是菩萨给你的呀 对不对呀 是 不可以这样的 这个很麻烦的事情啊 这个你赶快要念 这个礼佛和消灾 而且要跟菩萨要许愿的呀 嗯 关心菩萨佛陀啊 我这个节过了之后 我我我请帮助我过节 我现在还不想离开 因为我还要更努力 那么就说明 你这个人应该从天上下来的呀 那那那我应该要念多少礼佛呢 你不是礼佛呀 你要好好地忏悔呀 我一定忏悔 我一定努力 你要真心忏悔呀 实心悔改的呀 你知道一个人的懒惰 会让自己下地狱的 我不是跟你开玩笑的 明白师父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我就是感觉 就是一直很累很累 然后我每次想到 哎呦师父比我还要 你看师父都这么累都能够累 我说 你现在知道了 你现在知道了 做人有时候就是这样的呀 累不累呀 累不累呀 实际上就是你的心已经累了 所以你才会体力感觉到累 你如果心里有众生 你的身体也不会累呀 对不对呀 对的 我就每天上枪 我跟菩萨说求菩萨 就是能够开我的智慧 能让我就是能够心平气和 好好的念经 宵夜还债 然后请菩萨加持我 能够就是提高我的境界 能够就是多多的想大家 帮助大家 这样可以吗 可以的 嗯 很好 那我要针对这个 要念多少小房子吗 多念一点的 小房子多念一点的呀 嗯 那 好 那对于这个节 我要就是有没有说 要放多少余啊 还是一直一直就这么放 然后 你 你我觉得你跟菩萨讲啊 你就是众善奉行 也不要规定一下子为这个节了 但是呢 我觉得你这个节 至少礼佛要念很多 小房子至少年一百八十张 好 你不要等到出车祸 说走就走掉的呀 像一般的告诉你 你很快要走的话 就是可能会是一些 比较激烈的一些 一些运作会让你走掉的呀 明白 明白 好吧 好 但是那个梦里面说 因为我杀了一只麻雀 会不会是一个情债什么的呀 情债 就是情债 就是情债 麻雀就是情债 说你杀了麻雀 实际上这个人为你死掉了 然后他投了麻雀了 那你就是欠了一个麻雀了呀 明白 因为你要知道很多色 男人好色的话 下去会投麻雀的呀 嗯 明白 所以你曾经 曾经跟他好过 啊 做了那么多的勾且知识 你想想看 他脑子里 死死的不忘 你说说看 你不是害人了吗 嗯 明白师傅 我一定改毛病 我一定好好把我的懒惰的毛病改掉 你要真的好好的呀 你不要等到死掉了 你才说叫师傅改 我也救不了你呀 明白了吗 不会不会 我一定努力师傅 嗯 听人家师 我再也不那个了 我再也不懒惰了 嗯 要跟自己懒惰 做斗争的呀 要一二三 咬咬牙做的呀 每个人都懒的 懒到 懒实际上就是一种业障 你听得懂吧 要克服它 对 我有时候都觉得 我自己也怎么这么懒呢 嗯 你说说看 像人不了 像个动物了 对不对 人家叫懒牛啊 懒牛也有啊 牛也有很懒的呀 不肯动的呀 明白了吗 明白师傅 我就跟菩萨 还有佛陀 喜大愿对吧 对呀 你喜大愿 以后要做的啊 明白明白师傅 请您加持 对不起师傅 好的 我相信了 我相信了 你打通电话 应该不会这么快走了吧 好吧 好 感谢师傅 感谢 非常感谢